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神看什么是对的呢 在你自己看什么是对的呢 当你看什么是对的 那就是美好的 也就是你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看什么是对的呢 第一节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事情之后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显现了 然后跟他讲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你 哇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 真的是非常鼓励人 这样的一句话 我相信神也要来跟你说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你 主是我们的盾牌 是保护我们的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在外地 或者是在家里 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处境当中 或者是挑战里面 或者是2021年未知的情况之下 主都是我们的盾牌 我们都不要惧怕 而且神还要大大的赏赐我们 你相信吗 然后这时候亚伯兰的回复是什么呢 他想说我都没有孩子了 你还要赐给我什么呢 我只能够把这个家里面生的这些孩子 当作是我的后赐 其实他还不了解神的话 所以呢 神在第四节继续的解释 他的应许是怎么样的应许 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赐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了 七八十岁了 但是呢 我还是会让你能够生孩子 所以这是神进一步的应许 更清楚的应许 然后呢 让这个应许也更加的令人兴奋 他之前说你的孩子 你的后赐要像这个地上的沙土一样多 接下来他讲的又更进一步了 他说 你看这个天上数算这个重心 你的后衣将来要如此多 所以地上的沉沙比较多 还是天上的星星比较多呢 当然是天上的星星更多了 数都数不完的 所以这次呢 神的应许又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进一步了 接下来第六节 就是一个在新约里面 也引用的 也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教义 核心教义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一个基本的教义 就是因信称义 我们因着信神 因着信心 而被称为义人 就是神看为对的 就是神看为好的 神看为最美的 就是我们能够来信靠神 能够相信神 相信神的话语 并且相信到一个程度 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永远的交在神的手中 这是神看为义的 就是看为对的 也就是看为好 看为美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呢 就是要从信靠神 相信祂的话语 相信祂的应许 能够把自己完全的托付给祂 这是神看为对的 所以就回复了我们刚开始 所问的问题 怎么样才是神看为对的呢 看为美好的 就是我们要学习 亚伯拉罕能够因性称义 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来托付给我们的神 好 那接下来就讲到说 这个第八节 亚伯拉罕就对神所提出来 进一步的这个承诺 他就有了这个提问 事实上他就想说 那我要真正的完全信靠你的话 我总需要一个凭证吧 其实当然神的话语就已经够了 但是毕竟他才要认识神 更进一步的认识神 所以神就照着他的信心 来回答他回应他 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 他问到说 我怎能知道这 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就是跟神要求一个记号 那神呢 回复就是很特别 他说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斑鸠 一只除鸽 亚伯拉罕就娶了这些来 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的摆裂 只有鸟没有劈开 好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样做呢 当时的文化背景 在中东的人呢 当他们两方在设立盟约的时候 他们就会这么做 就是把这个不管是羊 或者是甚至牛 可能披成两半 然后呢 这个比较弱小的一方 就要走过被批的这个牲畜的两块中间 意思就是说 弱小的一方如果违约的话 这个下场呢 就跟这个牲畜是一样 要批成两半的 但是呢 神却是自己代替了亚伯拉罕 走了过去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无法承担这个违约的后果 我来为你承担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约 变成跟亚伯拉罕之间 是不管这个亚伯拉罕 是不是能够做得到 其实神都要来成就这个蒙约的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真的为我们舍了身体 为我们破碎了身体 为我们立了蒙约 我们跟神之间有蒙约 即便有时候我们软弱 甚至呢 这个违背了我们跟神的约定 但是神的恩典 在基督耶稣里面 还是复辟我们 重要的是我们随时要来认罪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 不会因为说一次的跌倒 神就算我们是违约 然后就弃绝我们 不会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这个蒙约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是要快快的认罪悔改 归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个事件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 立约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到第十六章 就是亚伯拉 生了以时玛利 所以这个故事呢 我们知道他们等候神要赐给他们孩子 那已经失去耐心了 萨莱就觉得说我这么老了 随时都可能会死了 那这个是有小说 那我们还是来帮神完成祂的应许吧 所以就自己动了脑筋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让亚伯拉罕娶个妾 这样子呢 我们还可以因着他来得孩子 结果呢 亚伯拉罕他也没有坚持 就听从了萨莱的话 那结果呢 萨莱果然呢 萨莱果然把这个埃及人下奖 给他的丈夫为妾 那夏甲就生了孩子 但是呢 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就让事情变得很复杂了 那这个妾呢 这个仆人呢 怀了孕 就开始呢 把自己看得比较高了 就小看了他的祖母 就是萨莱 所以呢 这个萨莱就很生气 那就跟这个亚伯拉罕告状 然后后来呢 萨莱就虐待了这个夏甲 把甚至呢 把这个夏甲呢 都吓得逃走了 但是呢 神却是看顾他的神 所以呢 就向夏甲显现 说你要回去 而且呢 我会让你的后衣非常的繁多 甚至不可生数 因为这也是神的应许 出于亚伯拉罕的 就会非常的众多 所以即便呢 这不完全是神的心意 但是呢 神还是照着他的应许 让夏甲的后代 也是极其繁多 那就是以石马利 以石马利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神听见的意思 所以夏甲生的这个儿子 叫以石马利 他纪念 纪念神听了他的苦情 所以夏甲就称神为看顾他的 看顾人的神 所以呢 他就在与神相遇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井叫做比尔拉海来 就是神是看顾人的神 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何等的爱人 感谢主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